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轻入警局 我要知道谁是鬼 前面这个剧馆已经殉酿了很多年 在前几年堵破了一个暗网里面的毒品交易 我们利用了那次的案件 花了很长的时间 将我们的故事 调教到接近现在的世界 我收到电话 有个剧本 接着就等着刘先生 即是刘德华开会 等着聊天 就觉得应该是最快进行 如果风暴到现在 就叫做刚刚十周年 对电影的热成 演出那种执着 都是反倒的 这一次的合作当然非常兴奋 因为我之前有合作过 跟华仔哥 跟加东哥有合作过 但没有真正的一个对手戏 还有林雪 任达华 大哥 在现场是一种 帮我学习的心态感动 是开心 接着过瘾 你不记得吗 当刘先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一后就已经答应他 因为我相信导演 我和导演合作过很多次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使命师 他会可以变成一个另类的竞飞片 这么多好戏主人 全部都是影帝 是我不是 但我是 亚洲最佳男朋友 大家都有咸头 对吧 我在第一次收到剧本之后 我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 给我最大的感触是 到底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我都觉得很惊讶 他又不是找我剧本 他真的已经是找我做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见到 一个唯独是这么大阵仗 设置了很多不同的镜头 影帝啊 影后啊 金像奖上下 所有人这样围着我一个 比较新的结果 我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去到现场我觉得很好 編剧团队 刘先生 Jason哥 很多人都跟我讲解 关于黑客的世界 有很多警察和黑客之间的功夫 我们一起在货仓里面 一直有爆炸 还有机枪 手榴眼 就是我拍过战外 枪战的场面 是被他吓了一跳的 哇 我真的第一次要拍一些 这么专业的动作影片 是辛苦 但我现在想起回忆是 很开心 而且大家很有热食 在我们这部戏 其实又要照顾动作 又要照顾着 戏剧的将力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难的地方 感谢你 宝贝